今天要夜充去苗栗 车子很多 大概是时速只能落在100左右而已 来到铜锣的朝阳殿 补一下物资 这里营区好像是 哦 还有30分钟 向左转 然后 什么箭头是怎样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很小的营区 它叫做阿力小团路 那这条路的话 它是用石板下去铺的 所以这个有点滑 我们开上去的时候 发现上面其实不好回转 所以建议可能倒车 或者是找适合一点的方式 因为它每一个位置 你要做回转都不是很容易 或者是你要压到草皮区 营区虽然小小的 但是营主很用心的在照顾 它的草皮啊 很棒 然后看出去的景观还可以 虽然紧邻着路边 但是它车辆的声音并不会很吵早 晚上几乎没有车 然后整个环境整理的很干净 然后这边是营主的家 营收啊 小便斗 化妆室 非常的简洁 有卫生纸 卫浴的部分 椅子 筒子 水凤机 木耳我们自己带的 卫生纸这边也有 那水压的部分还可以 其实营区的话 因为多人在用的时候 水压也练不足 热水 忽冷忽热 这个很正常 所以这种没有什么好找的 你只要把筒子 装满热水 来洗都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往上走 这边是一区 比较长条形 应该也只能容纳一帐吧 这一区也是一帐的空间 四层七一勉强 有点挤不下去 然后往上走 第一区 我们要走去营主的家 但是冰箱就在营本部里面 所以要走到大马路 然后往他们家走 好 这边进来 好 营本屋 开影机 冷冻空都有 黑豆腐跟白豆腐 白豆腐比较稀有 白豆腐比较贵 所以它比较少 咖啡豆花 有味的它有加珍珠 还有花生 阿弟弟这巧克力 看起来像 咖啡喝起来像鸡肉 小美笔在玩嫩猪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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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们来走一下健康步段 野生的百年咖啡串 哇就是这一棵 它每个地方都有警告标语 很用心 上面有个小沙坑 这边上去有一个步道 我们等一下再走 先走这一个 看一下这一棵超过半世纪的 泡泡鸡 这么粗 大颗 是 它应该烧一烧可以练 练铁 金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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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如果都黏了 這沒有防守陣真麻煩啊 如果懸浮又防守陣這個感光度就好 哦呦喝一點酒就拿不穩啊 好像沒有堆到膠 螃蟹 夾菜囉 有啦 螢火蟲 這個爆炸 哇 就好了 因為這一點 就好了 對 這是真的 對